近二十大和两会后 习近平成功集权 习家军全面上位 近日 国务院总理李强连续向习表中 在国务院规则中突出习近平地位 删去原本的矛盾江湖等内容 不过 专家认为 现在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习近平权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巩固 但另一方面 中共正面临内外交困的窘境 因为任人唯亲 习近平权力越高度集中 它的危机会越大 3月23号 金顿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正 实名举报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刘汉俊 近半小时就被删文 金顿影视的官网也遭到屏蔽 事件被认为是习家军内斗的一个侧影 李学正曾拍摄所谓主旋律影视作品 反腐剧《人民的名义》等 刘汉俊则是习近平所谓思想平台学习强国的总编 不过冯成义认为中共内斗最后斗得最惨烈的可能还是习家军自己 例如毛泽东时代被整得最惨的就是彭德怀 林彪 刘少奇等 这些原来和他走得最近的人 内卷激烈 最后无法平衡 只能通过政变来解决 新台电视台记者韩非特议记者洛亚采访报导 这是有点遗亚采讯的状况 情创 нап欲